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邱医来了 我变美了 大家好 我是邱医师 今天我们要回答一个爱运动的人都经常会碰到的问题 就是蛋白粉 减肥到底要不要补充蛋白粉 那么运动的人当然说 运动以后要补充蛋白粉 我们今天的主题focus在这个减肥 首先大家要知道蛋白粉到底它有什么特色 我先跟大家讲 我们要减肥 以前邱医师常跟大家说一定要怎么样 增加你食物当中蛋白质的比例 这个是有科学证据告诉我们的 当我们的食物当中增加蛋白质的时候 有两大好处 第一大好处是什么 就是它会增加我们消化产热 这是第一个好处 那第二个好处呢 我们吃的食物当中如果蛋白质的比例增加 我们可以延长我们的饱足感 就是说你会呢 比较不会那么快饿 也就不会在下一餐之前 忍不住饿而吃进过多或者不该吃的东西 所以消化残热我再重复一次 就是因为我们吃任何食物都必须要去消化它吸收它 这个时候要用掉一些热量 但是蛋白质相较于糖类跟脂肪的话呢 蛋白质的消化残热是糖类的四倍 也就是说我同样要吃100大卡的热量进来 如果你吃的是米饭面食跟一样的热量的蛋白质 你知道吗 米饭面食如果用掉四大卡的热量去消化它吸收它 蛋白质却要用掉四倍 就是大概16大卡的热量去把它消化吸收 所以这个时候一来一往 我们的净热量就会减少 所以蛋白质就是有这样的好处 那么说到这个蛋白粉呢 大家可能会不清楚什么是蛋白粉 跟牛奶有什么不一样 我简单跟大家讲 牛奶这个奶呢 它其实也是蛋白质 但是牛奶主要分两大类 一个叫乳清蛋白 一个叫落蛋白 乳清蛋白的确就是蛋白质 很丰富的蛋白质 那落蛋白呢 它在这个蛋白质当中结合了很丰富的钙质 这个是为了给小牛啊快速成长发育 所需要的钙质来提供它生长所需 但是我们人类因为不太需要 像小动物生下药 赶快的长大 我们长的速度没有它那么快 所以我们不太需要那么多的钙质 所以人的母奶当中呢 事实上呢没有那么多的落蛋白 通常都是含乳清蛋白 所以如果你今天要问我说 减肥需要补充这个蛋白粉吗 其实球医师跟你讲 减肥啊 补充蛋白质是可以的 但是有没有必要一定要用蛋白粉呢 这个倒没有那么的急迫性的需求 你只要知道说牛奶里面的钙质含量是比乳清蛋白 比一般的蛋白粉要高 那么呢你只要在食物当中增加蛋白质的摄取 就可以达到食物消化产热增加 饱足感延长 这样子的两大好处 那这个对于减肥就已经有帮助了 你可以不要花那么多的钱 还额外的去添购那个蛋白粉来帮助你减肥 这就是我要提供给你的资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